欢迎收看今天的新唐人财经新闻 我是守卫童 大家看到美国科技股多天震荡下跌 加上临近美国大选 周四美股是多数收黑 不过周五时间电子盘期货出现上扬 开股周四因为台风修饰 周五开盘之后 一度下探至两万两千两百三十一点九四点 重挫五百八十八点四九点 全职股台积电和联发科是一路向上拉抬 收盘价倦指数仅小跌百分之零点一八 成交量破四千亿 而三大法人今天是卖超两百二十三点五四亿元 台股周四休息期间 美国股市是高度震荡 市场原先就预估周五可能出现补跌压力 不过今天台股出现了跌升反弹 也让分析师相当吃惊 周六研判美国大选底定之后将有一波行情 而金控业大佬也提出三大观察重点 微软及Meta看好AI需求 但高昂的支出成本引起担忧 美国大跌 连带周五价倦指数早盘一度重挫六百点 台积电最低跌破千元大关 好在买盘意外进场 台积电手助一千零二十五元 中厂台股仅小幅收黑 上下震荡多达千点 很明显台积电的周边的厂商 设备厂商还有所谓矽光子的股票 表现得非常强势 另外我们讲的AI伺服器代工的股票 表现得非常的好 所以说看到今天 谈试是有一点意外 收了非常长的下影线 台股支撑买盘力道意外强劲 全职股台积电联发科上演开低走高格局 投顾分析 消费性产品今年买器虽然尚未回温 但AIPC AI手机明年可能放量 也端看辉达等AI企业 是否端出更好财报 毕竟在大选之前 不管是美股或台股 之前都做了一个大幅度的修正 直到大选尘埃落定之后 我觉得股市应该有一波的行情 外媒Investing报道 美国未来新政府可能重新评估 拜登时期晶片法案 台积电面临关税上调影响成本结构 但美系投行花旗 力挺台积电基本面强劲 给出1540元目标价 又外资给出台积电 由于大盘平等 基本上选举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所以当然选前不确定性高的时候 市场震动是很正常 但是我想选完之后 基本上这个不确定性就减少了 所以不确定减少之后 整个市场上就回归基本面 当然我们也要观察 就是说新的候选人 当来之后有没有新的 跟原来预期不同的政见 国台金控总经理李长根 提出三大看法 预估选举影响多数为短期 市场终究会回归企业获利基本面 另外得观察 美国新政府未来具体施政走向 新大街市王冠林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 好2024台北金融科技展 周五是正式起跑 尤其人工智慧工具 是纷纷导入金融业 台湾业者已经掀起了 AI军备竞赛 像是台新金控就赤资 13000多万建置挥达H100伺服器 国台金控也表态 将不断的投入AI基础建设 另外中信金控也透露 考量算力需求 对GP200的确有兴趣 2024台北金融科技展 周五如期举办 12个国家 200个金融机构 展出超过100项 Fintech新应用 金融业今年更掀起 AI军备竞赛 提款5000元 中信金首度曝光GPT ATM 及时进行语音辨识 连讲越南文都可以 结合生成师AI 不用插金融卡 手机语音指令 即可完成ATM现金提款 遇到诈骗 我要怎么办 一家台新金控也不遑多让 愿要ChatGPT4 强化AI聊天机器人 公司透露三月已经建置 挥达DGXH100伺服器 跟大手比延览多达20位AI专家 相关一体我们这样加一加 应该也差不多快3000多万了 我们拿H100来训练模型 跟运用模式 我们希望让智能客户部分 逐步的能够做到 更理解客户的需求 智能客户的部分 我们希望提高生产力 大概25% 人工智慧用在投资理财 金融优化体验 已经是进行式 数位化工具导入 也大幅减少 传统0800电话等候时间 其实我们在今年上半年 1到9月 我们已经做到有38万通的电话 都是让AI云机器人来做接听 并且带领客户 引导到他需要的服务 那如果有些服务比较复杂的 我们还是会把它引导到真人客服 数据显示 台湾本国银行 已经有三分之一导入AI 来优化服务流程 多家业者大秀成果 同时也主打 以人工智慧来阻绝诈骗 但是否需要每家公司 都大笔投资 国台金控就表示 企业在AI基础建设会 不断投入 但期望透过国家力量 来一起建设 政府预定大幅松绑法规 鼓励金融业与新创建 也洗手 金融圈加速 数位转型脚步 成为主要趋势 新唐俩在电视 王冠林沈为彤 台湾台北报道 国际油价连续第二天上涨 主因是外媒报道 伊朗可能正在策划 对以色列的西波攻击 中东石油供应被担心受到影响 本月国际油价上涨近百分之二 日本央行总裁直田何能 在10月31号记者会上说 如果经济和物价能够实现预期 就会不断提高政策利率 日经平均指数中午 开盘下跌576点 之后跌幅持续扩大 一度重挫842点 三星代工业务第三季亏损 可能高达一兆横元 还没引述知情人士指出 三星已经关闭 平则二号线和三号线 超过百分之三十生产线 计划年底前扩大关闭范围 至百分之五十 其中包含四奈米 五奈米和七奈米代工生产线 波音近七周的罢工有望结束 波音公司与机械师工会 已经就一项新的谈判提议 达成一致 将提高员工薪资 下周一一对提议进行投票之后 有望结束近七周的罢工 新唐人雅大电视整理报道 荷兰艾斯莫尔旗下最先进 高数值孔径极子外光围影设备 传出机组年底就会运抵交付给台积电 媒体报道台积电官方向日经亚洲证实 正在引进新设备 但并未透露任何有关交货时间 或是投入生产的细节 而市场据传美台亥NAEUV 要价3.5亿美元 市场就研判台积电在推出 埃米级的A10制程之后 才会将设备投入商业生产 美国科技大厂英特尔 周四公布第三季财报 营收优于预期并看好第四季 激励股价大涨7% 而近期外媒报道称 执行长基辛格上任时 搞砸跟台积电的关系 因此没有折扣 而周四基辛格接受财经媒体专访时 是再度称赞台积电 试图淡化跟台积电的僵局 美国科技大厂英特尔 晶圆代工业务重挫 今年以来股价下跌超过50% 市值从2100亿美元掉到800亿美元 周四公布最新财报 第三季营收132.8亿美元 每股盈于17美分 优于预期 时薪涨基辛格预测 第四季营收上看136.6亿美元 消息释出后 周四盘后股价净扬约7% 英特尔公布 晶圆代工事业上季营业亏损58亿美元 营收44亿美元 对2025年晶圆代工业务的稳健状况 持谨慎态度 近期英特尔与台积电的话题 再次受到关注 周四季辛格接受财经媒体专访时 再度称赞台积电 TSMC是一个美丽的公司 他们已经建立了基础模式 他们非常非常服务 而且他们非常服务 我们说过的海洋水 我们也不能做到 他们也很重要的 他们也非常重要的 在那举办上的举办 特别的成功 先前万媒报导指称 季辛格上任时 搞砸与台积电的关系 台积电也因此取消 原先给英特尔的 三奈米晶圆代工折扣 进而影响英特尔的利润 不过今年六月 季辛格来台参加台北国际电脑展时 展现亲和力 强调台湾和英特尔之间的友好关系 与台湾供应链拉近距离 试图淡化与台积电的僵局 新唐亚特电视高见伦理 纵合报导 好 继续来看到 iPhone16带动苹果销售业绩 而今天上午 美国科技巨头苹果公司 公布最新一季财报 营收成长6% 由于市场预估 不过苹果对于年底的 节日旺季销售展望 是相对平淡 导致盘货股价转额下跌2% 美国科技巨头苹果31号 公布结束今年9月28号的 第四季财报 营收949.3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成长6% 除了iPhone16带动营收 服务业收入年增12% 创下历史新高 而这个星期 苹果生产式AI服务 Apple Intelligence正式上线 执行长库克表示 苹果迎来新的篇章 Apple Intelligence 目标为新一期的新章 为Apple innovation 前一周 我们在美国英语上的 第一次提供Apple intelligence 提供应用手提供 iPhone、iPad和Mac用户 与系统的写方式 帮助你改变你的写 更自然的 和谈谈性的 Siri 更智慧的照片 包括能力 創作电影 只能刷入一个描述 库克预告Apple Intelligence 将在12月推出更多功能 预计将成为苹果未来重要的增长动力 不过对于接下来12月季度的节日忘记 苹果预期营收增长仅有低至中个位数 拖累苹果盘后股价一度下跌2% 新唐人亚台电视林家围装 麒麟综合报道 好的 告今天的产业动态 金融业新兴病能否顺利合并受到关注 公民会决议延长60个工作天的审查时间 依照规定最持续于明年1月下旬作出结论 事情召开发说并公布第三季财报 税后存益17.93亿 每股税后存益22.51元 双双续创单季新高 中华经济研究院公布10月的台湾制造业PMI数据 微幅回升0.8个百分点至50.0% 但消费性电子销售不如预期 AI拉获利到放缓 厂商对未来6个月转望是相对保守 另外 台湾大哥大积极提出AI新兴应用 占比达到30% 总经理林志成表示 经营者应该在企业内开启场域 将概念呼吁为实际应用 好 近日台湾机器部长郭直辉表示 计划向菲律宾来购买绿电 今天他说 美度电新台币4元 是专家学者计算出来的 如果高于4块钱 就不会向菲律宾来购买绿电 如果我是买电的话 4块钱大概就是我的 高于4块钱就不会买 就这个意思 这个也是人家计算过的 如果真的成为4块 我们这个美度电信 会准少吗 我们大概就是在讨论 就是说很多的事情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假设 那这个基本假设如果能够达到 我们就进行 不能够达到我们就想其他的方法 台湾电价议题是持续不断 今天台电董事长曾文生 接受节目访问时表示 他说近年来国际燃料价格高涨 台电作为物价上涨的销波块 虽然缓解了国内通膨 却造成台电亏损 他说目前民生电价 仍是透过政府补贴 希望未来在CPI可以接受的情况下 为服调整电价来适当的反应成本 下节新闻重点 黄金需求热连四个月上涨 现货价占爆2754美元 休息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唐人财经新闻 代告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首先看到彭博社报道 亚马逊收紧开支云端和电子商务业绩强劲 中时报 投资人认为 美国大选将引发市场波动 华街日报报道 微软 谷歌和亚马逊云端收入成长强劲 科技巨头人工智慧投资开始回收 另外日本产经新闻 美国9月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上涨2.1% 成长连续第二个月呈现萎缩 好 美国总大选前的避险需求 让黄金连续四个月上涨 触及历史新高的2,790美元之后 现货价格进入盘整 10月1号现货报价来到每盎司2,754美元 而12月份的交割黄金期货价格 则收在每盎司2,749.3美元 好 国际黄金价格屡创新高 2024年初以来 金价已经飙涨超过30% 也创下1979年石油危机以来的最大涨幅 而换句话说 短短一两年涨幅就超过过去数十年的水准 我们请教台新投顾全球策略研究部部长江浩农 咱们看这波黄金上扬背后推动的主要因素 我们看到这波黄金的这个展示 刚刚有提到 我们看到大概主要是从俄国战争之后 我们看到是俄罗斯很多海外资产被冻结 所以也让很多洋行刚才去思考 是不是应该多持有些所谓的实体资产 那也就是黄金的部分 那特别是我们看到中国在过去两年 即将是大幅有增加自己本身的黄金的储备 这个是这波的这个黄金流是我们认为 背后很重要的一个推手 那但是你可以看到其实不只是这个洋行或法人在买 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散户也跳进去 这个黄金上涨这般列车 那背后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这也是反映出现在美国现在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的这个财政这个赤字一直在增扎 而且不停的恶化 短时间之内的话 包含像我们看这个CBO 美国这边的这个国会预算办公室 其实是他们预估的这个结果 不管下礼拜我们选出来的是川普还是赫金利 实际上都会让美国这个赤字增加 只是说增加的幅度的这个 是剧烈还是是比较和缓一点 那所以在这个美国是一直增加情况底下 我想市场看上有人开始思考 说是不是应该去多争取一些这个所谓实体的资产 来保卫自己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整体的这个propodial 那同时今天我们也看到的是目前 短期内的话我们看到是这一波这个黄金的涨幅 其实也是呼应的最近很认为这个Trump trade 就是市场开始压住 下周这个选举川普会胜出 所以以川普现在他例行的一些这个力推政策 我们包含像是看到是要提高关税 或者说他要开始驱逐移民 他可能会造成一个结果 就是你可以看到的是这个通膨会上来 因为当你做这种无差别的这种关税的攻击 我想世界个股也都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反击 这可能会导致这个通膨 可能在过去几年有比较和好的激伤之后 在明年又要再这个重新再回来 那另外的话你驱逐移民的话 的确目前的预复是有可能会造成 美国这个景气跟GDP的这个实质的这个负向的影响 所以他反而有可能会进到一个所谓这个停止性通膨的状况 我想这对经济来讲是比较不好的一个现象 所以很多人是选择在这个时候 真实多一点的黄金来做BG 那目前的话其实 以这个价格来讲 我想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了 我想这个过了两千八这个门槛之后 可能三千其实就不远了 我想我们目前也是看黄金有机会 快的话可能再进了年底 慢的话再明年都有机会可以去挑战 三千美元这个关卡 我们之前有提到 所以这个世界上的这个避险资产 其实真的不多 目前真的属于避险资产 大概就是美元 美债 瑞士法郎跟黄金 这个是过去一年 我们看到有一些比较突发的地缘的冲突之后 真的会涨着这四个资产 那所以黄金的话可能也是很多人在 目前也是研判到 包含像我们看到像 这周包含像北韩跟俄罗斯都在侵射这个周期的这个导弹 所以我想中东这边的这个情况目前也还没有一个定论 包含像我们今天早上也看到新闻 医疗这边也打算要再度的这个扳机 所以有这个定义政治的这个考量 那也有大家对未来这个经济前景的这个忧虑的情况底下的话 直接都会加深大家去持有黄金的这个意愿 下期新闻重点 新宇航空虎航接连上市 华航董作表示乐见市场有竞争 休息下马上回来 那回来 带您看到身为亚太三大旅展之一的台北国际旅展 今天就在南港展览馆的盛大登场 今年超过1500个摊位 170多个国家城市 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也是亲自出席 因为韩国料理竟在实际节目黑白大厨掀起了文化带路的观光现象 台湾文化部也顺势推出影视作品彩点观光十大路线 人来人往 常常人聋堵住大门口 台北国际旅展依靠在南港展览馆盛大登场 迈入第38年是国人想要国旅或出国旅行 闭广经典展 总统赖清德亲自出席 表示相较去年整体观光规模成长15% 还点名台湾国际观光品牌 我们要在国际上形作台湾的品牌形象 今年5月交通部观光署推出了新一代的台湾观光品牌 台湾Waves of Wonder 已经在国际各大城市露出 刚拍摄完成了新品牌宣传影片 也开始在国际媒体播放 希望吸引更多国际旅客来台观光 近期受到韩国料理竞赛实际节目黑白大土影响 文化带路线上成为观光产业行销焦点 国际OTT平台热播的台剧《想见你》 为什么你说的那个未来 吸引国际旅客大举来台 华纳兄弟投资台影消失的情人节 就认识他了 你好 呈现台湾江南平原言田爱情 配合台南建成400年 同样吸引国际旅客目光 台湾文化部打造影视作品 彩点观光十大路线 与国内外旅行业者 签署文化观光合作备忘录MOU 我也要推出所谓文化带路用影视来做主题 就是它可以结合在地的文化 结合地方 结合游城 那这个内容上是以文化为动机的 这是我们认为旅游最好的形态 2 1 中进台湾航上世界 Go 在第二次海贴台北国际旅展 趁势开展 2025台湾铁道旅游年正式启动 同时国家森林外也正式开幕 今年旅展汇集了170个国家城市 1500的单位 15国旅游买家 10个邦交国的参与 包括巴拉圭 瓜地马拉 日本 韩国 泰国等各国中央及地方政府 观光首长专程来台 汇聚航空饭店旅行社 乐园及邮轮产业 展现台湾观光活力 新唐人亚的电视黄良姐 因为想要看台北 采访不懂 台湾民众出国热度不退 明年再赢6个城价 航空业者乐观 明年的市场发展 而国际旅游平台调查也发现 预估消费者2025年新的旅游趋势 台湾民众出国量能持续增加 根据观光署统计 今年1月到8月 台湾出国人次就高达1138万 相较去年同期成长55.1% 华航董事长谢世谦 乐观看待市场 出国观光市场热度不减 不过民众旅游趋势出现转变 外媒CNBC引述了国际旅游平台报告 表示2025调查趋势 有67%的受访者想探索人烟较少的目的地 而台湾旅行社观察 虽然民众喜爱出国前三名 欧洲日本都难亚 不过游玩地点已经逐渐转变 在这些新兴的景点来说 占了我们整个欧洲的超过两成的一个市场 所以在整个市场的需求上面 现在是越冷门的越好推 比如说像克斯 比如说巴尔根半岛 比如说像保加利亚 以及波罗地海三小国 现在其实都有非常显著的一个表现的成绩 国人出国 其实日本还是一个最大宗 因为那边的机位量的供给其实最大 但是日本的部分其实已经渐渐往比较二线三线的城市 以前可能是比较一般大家熟悉的 合笔发奥捷这样子的一个行程 但现在消费者越来越早 有主题性的这样子的旅游商品 而接下来过年也将迎九天假期 旅游业者提出 亚非旅游行程商品在过年档期预定就有九成 订单能见度已经到明年三月 当中埃及相较去年同期成长超过两成 尼泊尔也成长超过一倍 而美加进单速度也快 洛杉矶搭上的NBA开打也成为热门旅游商品 新唐人也在电视 赞一豪 曾鑫敏 台湾台北报道 哈登靠下周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首先五号台湾虎航上市前业绩发表会 六号高通安谋发布财报 七号美国联准会11月的利率决策公布 另外八号台湾财政部公布 十月海关进出口数据 以上是十月一号的新唐人财经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沈桧彤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